大家好,我是巴艾拉,我在西楚高中就读,现在是一年级,我住在加州,所以我在西楚高中住校内,我是宿舍旧茶,所以我跟亲生一起住在艾瑟花三楼,我没有室友,所以我的房间很安静。 我来西楚高中以前,我以为我的房间会太小了,可是我的房间有很多空间,我的房间有很多家具,我有两张床,两张桌子和两把椅子,我房间靠窗户的旁边有一个化妆台,我喜欢我的房间,可是我的房间没有空调,所以夏天的时候,我的房间真的太热了。 每个宿舍有一个交易厅,在交易厅,学生可以回播饭,用交易厅的冰箱,看电影,做功课,和跟朋友一起吊条。 住在学校的好处多极了,住在学校的第一个好处是宿舍离学校很近,所以非常方便。 住在宿舍的第二个好处是,住在宿舍的人有很多自由,因为他们的父母离他们很远,可是住在宿舍也有不少坏处。 住在宿舍的第一个坏处是,住在你宿舍的同学们太吵了,所以你会睡不好觉。 住在宿舍的第二个坏处是,你的宿舍离你的家很远,所以你会想家。 住校外有很多好处。 住校外的第一个好处是,你可以开车。 住校外的第二个好处是,你可以做你自己的饭,可是住校外也有很多坏处。 住校外的第一个坏处是,要住在宿舍的朋友很难。 住校外的第二个坏处是,你会有杂物。 有的人喜欢住校外,可是有的人喜欢住校内。 我很喜欢住校内,因为我认为住在宿舍是一个很好的经验。 我问我的朋友他们认为宿舍怎么样? 为什么你喜欢住在宿舍呢? 在宿舍上是在宿舍的地方。 什么是在宿舍呢? 在宿舍呢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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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你喜欢的话,记得点赞。 谢谢你们观看这支影片。 下次见! 在宿舍呢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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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宿舍呢?